每次我在网上发一些工作照片的时候 评论里面问的最多的问题 你们猜是什么 猜猜看 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 这是啥键盘呀 这把这把这把 这些全都是答案 可是不管是这里的哪一把键盘 我总觉得有些地方不得劲 要么就是布局不习惯 要么就是手感不是很喜欢 要么就是颜色字体 看久了就腻了 今天我要终结这一切 于是我决定尝试一下客制化 就是定制的键盘 这里就是一把客制化机械键盘 是无缺studio的IKKI68 Aurora 虽然名字里有定制的意思 但现在一般都是在键盘社区 比如我找的这个叫Z Frontier 然后去找一些喜欢的键盘的发车帖子 它会开一个限定的时间窗口 你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去预定付款 之后工作室会同意拿去做一批 再之后估计就会绝版了 我手里的这一把也是这样的 现在已经买不到了 这个我认识 跳绳 我这个其实是无线的键盘了 就是有线 无线 这就是一堆零件呀 不是啊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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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说明说啊 怎么办 我已经全部摊开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客制化的键盘买回来 一般就是这些东西了 我会发现它除了PCB 也就是主板 外壳 以及一些零件之外 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没有轴 也没有键帽 这些东西都要你自己来配备 这个透明绿色 说实话不是我的首选 我更喜欢它隔壁那一个 蓝黑配色的一个 我觉得特别可爱 为了搭配它 我还买了其他的东西 希望能够做出来好看 这里有一个窝口 这样就可以把电池盖住了 应该是这样 这边有好多硅胶贴 或者是泡沫的贴 应该是贴在固定定位板的 这个插片上的 这边是这个方式 看看就好了 装饰品 翻过来 定位 似乎我是装好了 还行 我拧的没有特别紧 万一之后出了什么问题 好好拆 真大方 送了好多东西 都用不到 10个垫片送了 一个都没有用到 做到这个程度 基本上就可以看出来 我选的配列了 也就是按键布局 我其实平时常用的 都是这种68键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好用 其他常见的话 还有108键配列 TKL配列 60%配列 最大的108键就是 什么都有 如果去掉数字区 就是10keyless TKL 去掉数字区 F键区和这边 整个方向键功能键区 就是60%配列 比60%多加上方向键 就是68键配列 在此基础上 再多F键 就是80键配列 还有很多更奇葩的 比如什么双手分开的 那种键盘 种类还是非常多的 我之所以喜欢用 这种68键的 是因为我觉得 上下左右的方向键 首先非常重要 但是其他的那些按键 我觉得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所以在此基础上 尽可能的小巧轻便吧 今天我们做的这把键盘 它也是68键配列 但是很明显 还是稍有不同的 把方向键做了一个区分 可以在盲打的时候 更方便的找到这四个按键 接下来一层就是轴 分成两种 一种是热拔插的 就是像我现在这样 直接插上去就可以用了 还有一种的话是要自己焊的 我觉得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可以比我多一份做手工的乐趣吧 我呢就大可不必 轴其实很重要的 它决定了你这个打字的时候 按键的手感 大类分为段落轴和线性轴 段落轴我只用过box白轴 就是这个 你听着声音按下去就有段落感 而且声音很清脆 很clicky 这种TTC金粉轴 就是线性轴 手感会更加的顺滑 一个有点吵 一个很安静 让我来装装看 为什么要装卫星轴 简单说一下吧 有些按键不是这么小个的 它是比如说这空格线特别大 如果你只有一个轴的话 在中间你按下去两边会不稳 所以卫星轴就是这样的功能 是稳定你按键的 正确的顺序是 先在PCB板上把卫星轴装好 再装硅胶的垫子 再装定位板 然后再插轴 插完了以后 再把它放到这个盒子里 好的 好了 现在轴已经装完了 其实这样子看 你看金粉的配色也还蛮好看的 不过一会把键帽装上以后 这些都看不到了 键帽我觉得才是客制化键盘的关键 毕竟外观特别重要 你没听到看呢 这个是我为了这种透明绿色专门买的一套 也是绿色主题的 山水主题套装 得风的感觉 像这种键帽的套装 一般也是在论坛里面找的 也是这种定制款 然后到了时间去一起发车的 里面可能有一些按键 有两套到三套吧 拼完了 这是我最后选择的搭配方式 还是简单一点白色 然后搭配一点点黑色和绿色的点缀 应该就够了 再多就看着有点恶心了 这个颜色真的很难搭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按键 就回车按键 还有现在的这个ESC按键 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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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亮还是不错的 是怎么说的 这个风格很非常混搭 这个手感好奶啊 现代的RGB配上复古和风 骚还是蛮骚的 正式命名它为 糖果霓虹和风键盘 最后说一下价格吧 键盘套件花了是1000块 键帽组合是800块 轴是两三百块钱 还有卫星轴是70多块钱 所以总共加在一起是2000出头左右 这个价格千万不要太激动 这个价格在客制化键盘里面 其实算是比较入门的了 客制化嘛它就是量少 作为入门的客制化键盘 我觉得这把还不错啦 我要先用一阵子感受感受